李嘉雯議員 杰陽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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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先介紹今日三位港者 分別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鴦騰華 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主席劉明偉 以及旅遊事務專員王志祖 記者會先由三位港者 再開場發言之後會進入答問的環節 我先將時間交給邱局長 多謝各位新聞界朋友、各位市民大家好 在去年五月的時候 我們海洋公園得到立法會的撥款支持 繼續去營運 與此同時就是海洋公園的公司、政府 和連同我們委託的顧問 在這段時間裏面做了一個工作 就是重新審視海洋公園的未來路向 正如我們以往成郎 我們希望半年時間完成這個工作 我們很開心今天可以跟公眾 和連同海洋公園董事會的主席 一起去和大家交代 就是我們未來公園的發展路向 在去年申請立法會撥款之後 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停過 就是跟公眾去討論和收集意見的工作 我們看回頭其實我們都跟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有很廣泛和深入的討論 這個包括當然是立法會的議員 也都有在區議會的層面徵信他們的意見 也都是一些跟旅遊界別有關的 策略小組 以至到跟公園有關的 包括例如會議、展覽、餐飲、旅遊 以至一些專業的界別 譬如是測量、規劃、圓景的界別 我們都有做一些諮詢工作 而教育、保育、動物 或者是保育窗戀的組織 以及一些體育康樂的活動團體 也都有給我們一些意見 其實我們很開心 就是很多人很主動在這段時間 都跟我們有這個交流 他們都表達他們很希望 海洋公園可以繼續運作 甚至比以前做得更加好 基於這個支持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海洋公園的轉型和發展裡面 其實都得到幾個很清晰的共識 這個也是由去年年中 在立法會討論到現在 都越來越清晰和越來越聚焦 簡單來說是有三點的 第一個來說 我想所有跟我們談談、比意見的人 其實都很重視海洋公園 有一個很獨特的優越城 就是他們在教育和保育方面 有豐富的經驗 甚至是在國際上做出一些成績 大家都希望海洋公園在這個工作上 能夠繼續發揮所長 以及再進一步 這方面的功能角色 即是在教育和保育 保護動物方面 這個是社會普遍有一個 一致的供應、贊同和十分支持 希望海洋公園繼續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來說 大家都覺得海洋公園應該逐步改變營運 就是不可以只做一個主題樂園式 或者大規模機動遊戲式的一個公園 反而應該盡量去減省一些不符合經濟效益 或者一些老舊的設施 因為這方面來說 有其他的樂園可能有很大的競爭 反而在縮減了這方面的開支或者投放的時候 可不可以轉型到一些 海洋公園是有優勢的 或者利用海洋公園本身的條件 去發掘一些能夠它有獨特的優勢元素 包括它的地點、自然景觀、山勢、海岸線 以及它本身是做得好的 譬如剛才所說的保育教育工作 以其是希望可以提供給將來的訪客 有一個與別不同和更加的體驗 第三點來說 很多人提到 海洋公園不單只是一個公園 亦都是在一個區內 甚至整個香港社會有一個很獨特的資產 所以亦都希望海洋公園的發展 是可以帶動到香港的經濟 尤其是如果它能夠發展成一個 具特色的休閒和度假的地方的時候 會是透過圓內圓外的合作和協同效應 是可以帶動南區以至全香港的這方面的發展 所以我們在為海洋公園一起討論 意定它未來發展的時候 吸納了上述三點的意見 亦都是它成為了新的方向裏的指南 今天我們跟大家介紹整個圓區的發展裏 亦都有幾個重點我想在這裏提一提 一會主席可能會深入去講 第一個來說就是 海洋公園在那個新面貌、新體驗的計劃裏 有一個第一個重點的方向就是 它希望將海洋公園的部分區域、下緣區 是能夠免費開放給我們所有市民去使用 這個改變的形式是希望可以打造一個 是大家可以隨心隨意 進去做消閒、消遣、飲食、零售的區域 是讓大家方便享用 因為由金鐘去一個地鐵站 大家就可以用到這個地區 這方面來說是改變了大家需要買入場票 或者一年才去一次半次 反而反過來可以 平時很多時候可以享用 第二個方向就是營運上的改變 海洋公園會希望透過把部分園區的設施 提外判給其他的營運者 又或者用商業的合作方式去經營 但是公園也保留部分的核心設施 它是自行去經營的 這個當然包括剛才所說的保育及教育 以及即將投入服務的水上樂園 所以這裏中間是有合作的形式 有自己的形式 但是最終來說 希望這兩方面的合作 可以令到它在營運上 最終達至它以往能夠做到的自負營規 第三方面的工作重點就是 就是剛才我說過了 就是保育及教育工作 不單止不能停止 也都要再繼續投放做好這方面 而這方面來說 政府也覺得應該去給一個適當的支持它 使得在保育及教育工作來說 是不自白費的 最後一點來說 就是我們在海洋公園的 重新發展的計劃裡面 是著重它和整個南區 尤其是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裡面 提出躍動港島南的計劃裡面 是它發揮一個重要的環 這個包括它在園內的發展 亦都包括在園外的發展 以致到發展水上、旅遊 以及跟其他區域裡面的 有機會的發展景點一起合作 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能夠支持到整個躍動港島南的發展 這幾個方針之下 當然公園也都需要時間 和額外的資源去做這個改動 而政府是必須要幫它一臂之力的 政府的支援 一會兒旅遊專員會提到 是分三方面來做的 第一方面來說 希望減輕海洋公園 現時來說 對政府的債務負擔 因為這對它構成了很大的利息壓力 這方面來說 我們覺得如果能夠免除的時候 它可以輕生上路 第二來說 政府也是就著一些它為公眾提供的 尤其是在教育、保育方面的工作 提供一個有時限式的經費的支援 因為這方面來說 它是為社會做出一些工作 在它最困難的時候 如果能夠支援 它對它有幫助 最終來說也是大眾受益 第三方面來說 鑑於過往整整一年的時間裡 由於疫情的困難 其實海洋公園在去年的365天裡 只能夠開到129天 有237天被迫關門 海洋公園其實也是一個很肯去加強管理的地方 但是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它在零收入之下 但也有其他開支 所以政府也都會在財政上面 用一個一筆過的撥款 協助它到過這個困難 希望它可以在重整之後 能夠好像我剛才所說 達至一個自負盈規的情況 這個大致上是方向 我稍後會請海洋公園董事局主席 劉榮偉先生和旅遊專員王志祖先生 重點介紹內容和財政安排 稍後我會樂意解答各位提出的問題 請劉主席介紹 好,謝謝局長 其實過去這大半年 公園其實是真正、認真和深入聆聽了 廣泛市民對公園的期望和意見 有什麼意見 其實大部分市民都是想回歸到 我們公園成立的初心 就是保育和教育 同時也是想在公園 體驗不到好玩或者刺激的東西 當然同時間我想作為香港人的一個重要的地標 是想我們不成為一個長遠的財務負擔 想自負盈規的 這些信息我們是聽得非常之清楚 我們在夏天和秋天也其實是有機會 去在公園裡面試驗和嘗試市民給我們的意見 大家都記得我們在夏天和秋天也試過不同的項目 例如瑜伽、露營等等 我想綜合了這些不同的意見 其實公園的未來是一個創新的思維、創新的模式 公園不會再是主題公園 公園的未來是一個新的形容模式之下 是一個希望吸引廣泛市民經常去的一個目的地 我想這個時候我們不如先看看這段影片 謝謝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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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